他說如圓O1跟圓O2外切與E 直線L跟直線M都是公切線 這個是外公切線 這個是公切線 這一個的話,他同時切勻 所以也是公切線 他問什麼呢? 然後切以A、B兩點跟M 切以E點,E點是公切線的切點 他問第一個,他角O1、D、O2等於多少? 這個角度應該多少? 首先我們看 這兩個角的話 因為這個是公切線 這兩條是同一圓的公切線 所以這個是直角 這是直角 這當然是直角 公切線相等 這個一樣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全等所以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他到底 這個跟這個呢 是這個圓的公切線 這個是直角 這個一樣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三角形全等 三角形全等的話 所以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好 那這個我們叫角1好了 這也是角1 這也是角1 這叫角2 這也是角2 兩倍的角1 加兩倍角2是180 所以角1加角2 你就等於90 這個角的話 就是角1加角2 OEDO2 這就是角1加角 這就是90度 好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它是問說什麼 問說這個角AEV 那AEV的話是AEV 就是這個角 這個角幾度 好 首先我們看 這兩條線一樣 為什麼 因為都是公切線 這兩條線也一樣 線段一樣 因為也是公切線 所以我以這個當圓心的話 以這個當半徑 做圓的話 它都一定能通過這三點 所以這一點 是這個圓的 這個三角形 它那個什麼 的那個外界點 為什麼 因為這是180 這個東西是180 是這個弧的什麼 這180的話 應該指的是這個角 這個角是180 為什麼 因為這是直線 這180的話 對應的這個什麼 這個弧 就是半個弧 那也就是這個是直徑 這個是這個 圓的那個直徑 所以這個角 就是這個弧 它的圓周角 那圓周角的話 半個圓的圓周角 當然就是90度 因為它圓心角是180 所以它圓周角 就是等於90度 這個實際上是這樣 就是說 一個直角三角形 它的外界緣 就在斜邊的終點上面 所以這個是等於90度 因為這個是直徑 所以這是半圓 那半圓的圓周角 就是90度 所以兩個都是90度 就是近一點 它的圓周角 如果有一些圓周角 就是長了 超多的圓周角 觸體